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生姜是我们厨房中经常食用的一种调味品 生姜也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 生姜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壮咬 男性朋友们平日里面可以吃生姜,调节这些机能的 对治疗性功能障碍有很好的帮助 尤其是生姜搭配枸杞一起 对阳尾、早歇、乙精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今天给大家分享生姜搭配以下一物 壮阳效果可以提高60倍 首先准备生姜 生姜是一种常见的幼儿童颜的食材 不仅有药用价值,而且有食用价值 吃生姜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很多 早上吃生姜,胜过喝参汤 晚上吃生姜,剩余吃披霜 民间对于生姜有着一定的生活经验 生姜之所以不能在夜间吃 因为生姜中含有大量的姜分 而姜分的作用能够刺激人体肠量的蠕动 白天可以增强人体的脾胃作用 到了晚上会影响人的睡眠 所以男性朋友们吃生姜是能够补肾 壮阳,姜是助阳制品 自古以来中医称 男子不可白日无疆的说法 姜能够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 起到疏通筋肉的作用 吃姜能够为男性保健养生 起到助阳的作用 对肾虚阳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冬吃卤博下吃姜 这句话说明了生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再准备红枣 男性朋友们也是可以吃红枣的 每天吃几颗红枣 对男性的性功能问题 有很好的辅助治疗的作用 红枣富含的维生素A 维生素C等等 带胺酸 金胺酸 以及钙 铁 36种微量元素 同时最有抗疲劳的作用 能够增强耐力 红枣含用的卵磷酸腺肝 这一物质能够扩张血管的作用 为能够改善心肌的营养状态 而且能够改善阴经供血 增加勃起的硬度 所以气虚 顺虚的男性吃红枣 能够明显的增强性欲 但是不能吃的太多 每天吃不能超过5克 因为吃多的话会损坏消化功能 引发便秘的 而且红枣比较燥热 吃多的话也容易伤火 所以每天吃适量 一定不可以贪嘴多吃 我们再准备枸杞 枸杞在平常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养生保健的食材 枸杞是一味中药材 平日里面我们泡酒都比较常见 效果很好 对于男性来说 如果想要补肾 是枸杞特别好的选择 枸杞中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 能够很好地缓解男性的 肾虚 肾透支 有明显的改善效果 现在社会中 很多人特别地爱用枸杞泡水 用枸杞熬汤 来滋补身体 因此可见 枸杞具有很高的药物价值 吃枸杞 可以还好地强生健体 每天吃 能够还好地增强内浪的功能 延缓衰老 枸杞含有比较多的多糖物质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 抵抗力 而且能够调节人体的神经内分泌 起到抗癌的效果 男性朋友们 可以吃枸杞 能够缓解心烦意乱 失眠多么的情况 枸杞含有胃量元素 可以很好的养肝明目 预防癌症 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 也是一种珍贵的补品 可以补肾 入肾景 固有补肾疫情的作用 适当地吃枸杞 可以缓解肾虚 以及阳位的问题 男性经常 劳力过度 心情烦闷 出现了时少疲倦 或者是脾胃虚弱 失眠了症状 我们都可以吃枸杞 能够滋补 养心安神 补心安神 含有特别丰富的营养物质 可以为人体提供充入的营养 是中央的补品 如果男性久病 体质比较虚弱 都可能出现气血不足 面色苍白 身体疲强的情况 平日里面吃枸杞 能够很好地滋养身体 达到补充营养 起到不顺的效果 对男性比较友好 鸡蛋含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 可以促进人体的大脑发育 提高患者的记忆力 鸡蛋中的蛋白质 能够清除男性生活以后的疲劳感 蛋白质 可以在男性的转化为氨基酸 提高男性的精子质量 增强男性的新活性功能 而且吃鸡蛋 有助肝脏组织的修复 吃鸡蛋可以很好的补肾 养肾 养脾胃 营养特别的丰富 再准备山药 山药中的淀粉酶 多酚氧化酶等物质 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 可以治疗脾虚 食少 疲倦 山药含有的灶肝 粘液质 有润滑滋润的作用 能够治疗肺虚 咳嗽 九颗脂症 山药含有的粘液蛋白 能够降低血糖的作用 用于治疗糖尿病 是糖尿病人的食疗佳品 山药中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 可以强劲肌体 滋补易经 治疗肾虚 易经 男性养胃都不错 下面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中小火慢煮2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用发来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为那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多数钱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煮好我们就可以直接喝啦 味道比较甜 特别的好喝 又有营养 男性朋友们经常喝 可以补肾 壮痒 用来治疗肾虚 阳尾 乙经 早些疾病都特别的好 构旗 山药 鸡蛋 都能够滋补壮痒大 煮过之后更容易消化吸收 能够增强男性的性功能 对阳尾早些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而也能够起到 清肝明目 降火 治疗肝火旺盛 肝痒上抗引起的乌痴肿痛 事物不清都不错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好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